我在門前常常跟凡仁說 你若是膝蓋頭 更加要運動 很多人都驚慘到 膝蓋頭頭都已經很痛了 是要怎麼去運動 其實這是一個比較過時的觀念 現在就要跟大家說 你若有膝蓋頭 要怎麼運動會比較好 觀察不會頭髮 骨子不會疏散 我是生態便宜的骨子 代代為醫師 我在門前常常跟凡仁說 你若是膝蓋頭頭 更加要運動 很多人都驚到 什麼 膝蓋頭頭頭頭都已經很痛 是要怎麼去運動 有時候有很多驚慘時 都叫他的爸爸媽媽阿公阿嬤說 你的膝蓋頭頭頭頭頭 不要再太怕了 坐在家裡休息就好了 其實這是一個比較過時的觀念 像我們的膝蓋 我們的筋 我們的骨頭 應該都是 越用越用 如果越沒用 它就退化了越快 是怎麼說呢 因為我們的膝蓋 旁邊有很多筋肉 如果沒有運動 你的筋肉就會越來越消散 但是筋肉都會保護膝蓋 讓它比較不會滑順 沒有那麼快 所以如果沒有這個保護的效果 你的筋肉會越沒力 肩膝蓋 當然會滑順 越快 很快就會失去 很快就會越來越不走 現在就要跟大家說 你如果有肩膝蓋 要怎麼運動會比較好嗎 第一個就是 有氧運動 有氧運動就是 你運動後會有些的喘 要有什麼皮膚痠的這種運動 包括說你 走路 走比較快 這也是 油煙也是 打太脊筋 這也是 這種運動其實對你的身體都是很愛 不僅對膝蓋有好處而已 如果運動整個身體的機能會比較好 膝蓋也會比較不會痠痛 第二個要跟大家說的就是 肌力訓練 就是你要訓練你的筋 訓練也有力 因為剛才說的 你的筋可以保護膝蓋 筋如果有力 你的肩膝蓋就比較不會痠痛 最好的當然可以去健身房 健身房就是有夠人的 可以自己記得說 要連腳的筋 連到腳有力 那真的沒辦法 其實其他的運動 例如說 太脊筋 騎腳踏車 這也是對你的腳筋 的困難 都有幫助的 都可以試試看 好 第三 要跟大家說的就是 純電的運動 伸展運動 在現在肩膝蓋的人 尤其是早上的時候 都會覺得 比較硬的 要行動都不太方便 所以你如果筋 會比較好純粥 比較有這個彈性 你就比較不會覺得 比較硬的 會比較好走路 也比較不會擲到 寫著骨頭 所以 提到這個伸展運動 有腳筋 你也可以用一些乾膨 例如說 現在有人在買 按摩球 或是滾筒 回家自己 自己硬硬的 讓你的腳筋 也比較不會這樣 很安然 讓你比較冷 熱 最後要跟大家說的就是 有人在問說 我到底運動 要什麼程度 比較有效 我是不是都 輕輕鬆鬆 吃飽在那邊 走在那邊散步 就算運動了 其實不是 你可以自己看一看 做運動後 你會 會痠 會疼 通常你如果怕了 都覺得很輕鬆 不會流汗 不會痠 那種運動的量 這個強度大概就是不夠 這些訓練的效果也不好 但是你如果 疼到穿到 連說話都沒辦法 這就太過了 這就是要小心 如果有心中的問題 最好的 比較忙 但是如果肩有痛 要怎麼運動 運動後 如果肩有痛 又越痛要怎麼辦 但是運動後 因為你的肩有體力 所以稍微靜靜 稍微痛 痛就是可以忍受 這樣就沒關係 這個 痛痠 如果是說 沒有超過兩小時 這樣就OK 沒有事情 但是你如果運動後 這痛超過兩小時 痠超過兩小時 這就要注意 可能你的運動的量 就像超過了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說 如果肩有痛 有體化性的肝臟炎 要怎麼做運動 有三種的運動 有氧運動 肌力訓練 柔軟度的伸展訓練 慢慢都沒有運動 慢慢運動太超過 有稍微的運動 可以保護你的肩膀 不要繼續退化 我是親愛媛媛的 顧客 代代為醫師 我們後面再見 掰掰 掰掰 我們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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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感谢观看